我們關心台湯黑心有的事件 也拼出 台湯金本就沒有依照規定 拿半六天退休的準備金 還有一回讓老體股材的問題 受到社會關心 入委是基礎 目前我們全台灣有四十塊的老闆人 大概有八萬多金公司 連開火都沒有 金本也都沒有在 拿半六天的退休金 留委會只是說 人力不夠 等級 房子的青霜 違法都沒有在管 台湯黑心有以外 柯林出公司 沒有依照規定 台北道工提休准比金 經過道委會資料 都拿很多報分 目前以外四十八個 差不多八萬多金超商 目前以外沒有開 都拿全好 因為這次道委會 登記沒有這次扎除消極作法 會說 天生氣壓不以外 拿很多都拿全比金 老委會的一個怠惰 來不及清查 大統就因為這個油品事件 他現在有財產可以提搏嗎 現在受害的是誰 是我們勞工 平均一家廠商 僱用五個人沒有提搏 就是救治如果有五個人的話 他影響家庭就變成是四十萬戶喔 都委會表示 因為電話報告 目前借檔透過電腦政府 都檢測公司來騎乘 而且目前沒有依照 提搏路鐵專項請上 已經快一千三百多金 但是因為路鐵專項 必須在台灣已經向開後 未來要透過跟台灣已經 還有資料比對 雜出委會的請上 請台銀要按月提供給各縣市政府 請他就那個資料的部分 每個月應該提搏的 而沒有提搏的照時間提搏 所有的清策全部都交給縣市政府 請每個縣市政府 依照他的權責 每個月要去清查和督促 劉威表示會進一步 提出習慣 要求政府 正面請上企業 深受意快 提前路鐵規制 準備金夠全好 並且公布沒有 有夠金額提款 要告不開後 唱相名單 再等有好感動 並且組織企業 為何簽證 土鐵金的軟胸 記者從下部等